你迷你 多亏舅父贡献佳绩 那个文修君 果真是个 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 咱们不过略撒鲜而料 他就轻易上钩去铸臂了 我已经埋通了他的经手人 到时候这些韦币 会一滴驾到你我手中 届时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 这样一来 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 可私自驻臂造谦 同谋反之罪 旧父不怕 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 有矿山的是兽春 驻臂的是小钱恩王 这不服不分的是文修君 咱们最多也就是 毋用违避而已 还是舅父想的周到 来 不过啊 你也得警醒一些 你母妃和你三兄的为人 你也是知道的 特别是你母妃最不喜欢旁人 弄斜弯绕绕给她添啰嗦 可恰恰你又是一个 爱显摆的 我可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情 请在我们身上露出了马脚 而遭到陛下的处罚 那将会给院士 带来巨大的麻烦 旧父指馆放心好了 若非长丘宫那位扣扣唆唆 非要宫中节省用度 我何至于铤而走险 到处想罚子挣钱吗 还是谨慎些好 来人 上酒 好 二位贵客 赐乃小店新样的美酒 名曰花开富贵 二位可要尝尝 田掌柜 快进来 快进来 花开富贵 好名字 来 我尝尝 以后咱们月事 可不就是要富贵了吗 富贵又如何 那灵不宜 还不是有眼无珠看不上我 偏偏千挑万选 选出个无礼的女娘 二子总劝我稀释宁人 可每每见她 我心底火便压不住 别被我撞到她落胆 否则 我定要让她明白 在天家生存有多难 来 尝尝 就先让她摇成了 我摇成了 我妈子 等她们 我还不想要摇成了 她一人 我特寻都城中最好首饰酱打造了 这只牡丹国色天香 最衬母妃容貌了 我呀 最后悔当初为了追随圣赏 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顾 把你养得如同山野才主一般 就喜欢这些俗不可耐的首饰 你若是有你二子和三兄一半的董事便好 你前些日子不还在院皇后为了节约开支 令你公主府揭不开锅吗 怎么这会儿病富裕了 难道是你宣是驸马他末了 母妃可别调侃我 我不过是与人同道做些小生意 赚些小小银钱罢了 连宣家驸马也不知道的 就你减早不识数的 你还懂得做生意了 都城中酒楼 我凑了些份子 日后经营好分红利 母妃 我如今已经嫁出去了 在宫外有些自己产业 也不为过吧 我不管你所言真假 但我要提醒你一句 莫为了些俗物 损我月事颜面 还有 以后进宫 别打扮成这样 好好的一只凤凰 非把自己导致成一只野鸡 若是你公主府有钱没处花 倒不如购得大谢的同镜 罩罩自身 天天打扮成山毛左手 出去惹人笑话 母妃 你又贬持我 三舅母今晚邀我做客 说会介绍些旧事给我 我怎么能穿得太寒酸 饿了皇家颜面吧 瞧你那点出息 身为公主 何须在群伤后面前 显摆穿戴 皇家威仪 才是你此生最好的颜面 母妃可别骂了 如今宫中处处血减用毒 我过得还不如商户夫人们呢 我与这些夫人们来往 还不是因为长丘宫那位 怂恿的父皇刻刻诉诉 我劝你说话谨慎些 圣上与皇后如此 那是为了给天下做表率 凭你个俗不可耐之人 也有资格嘲讽 行了 今日是霍将军继承 中午长秋公寿午宴 下午你父皇清零祭天 你也去奉献殿上磕头吧 是 站住 你就穿这身衣裳过去 怪就怪我生你二子时 给他多生了个脑子 轮到生你时 这脑子便不够使了 你穿这身衣裳去祭奠 莫不是 就要连累我们月氏 全就跟你一块儿死 来人哪 拿身素色的衣裳 给三公主换上 是 小鹿 是 虾 你疯狂 你 你 你 不会 来 数日不见成娘子 倒是容貌欲胜了 成王武皇子夸奖 多日不见 书读得可明白些了 反正父皇想不起来我 随便读得好坏 本牛一无是处 书也读不明白 这且不跟我一样 待到之后 圣上提醒你 更没有值得一提的了 我乐意 我爱你 紫禅 圣上其实是个好夫君 若当年没有醉酒之后 重姓了徐美人 待下这五皇子 那别就更好了 即便是圣上也会犯错 重在补偿 自那时以后 圣上身边只有一后一妃 以及曹长石而已了 绍商既为十一郎心腹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你们来 与我们一道敬酒吧 不必了 每逢今日 朕都无心饮酒 你们先行用膳吧 待朕 再缓缓心静 少商妹妹 我与妹妹一见入骨 日后一定要与此生 来我们府里相坐 是啊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要多走动走动 三红兄你笑什么 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紫盛刚刚进宫的时候 谁待见过他 如今倒好 一个个全来是好了 紫盛自小是养在母后宫中 不待见他的自然不会是 母后所处的几位皇兄皇子 定是母妃宫中的 小五又说胡话 都是一起长大的 此生与我们手足无甚分别 何来母后宫的 母妃宫的 而等能做父皇的儿女 历经这太平盛世 已是天大的福分 当不分彼此 盛世 朕尚不可辞话 但是这个天下 的确是在朕的手里 太平前来的 此事霍雄 功高之危 这都是霍将军 舍命敖仗换来的 亦是父皇 焚高济诡 萧衣干世换来的 二子与我 虽是一母所处 但妹妹我 可不如二子会说话 难怪父皇 对你多有宠爱